几天前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小事 说这是小啊 其实就是在咱们看来 稀松平常的一场泳装秀 但在极端保守的沙特 这却是挑战了他们文明根基的历史性的一幕 不少朋友可能有所耳闻了 沙特这几年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 比如说允许女性进入部分城市的体育场 允许女性开车 开设电影院之类的文娱场所等等 虽然每件事在我们现代社会的居民看来 都是天经地义的 但对沙特人来说 是自我挣扎着接受世俗化的艰难尝试 那么这样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游景 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到底走到哪一步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上周的这场泳装秀 据法新社报道 这是沙特第一场以泳装模特为主的时装秀 是打破常规之举 因为不到十年前 这个国家的女性还被要求穿裹住全身的长袍 秀场上的泳装作品 主要出自一位摩洛哥女设计师 据她本人描述 她们试图展示代表阿拉伯世界的优雅泳衣 我首先要给这位设计师的业务水平点个赞 这些泳装从设计到剪裁 每一件都优雅干练 落落大方 我看不出哪里能代表阿拉伯世界了 只看到了模特自信阳光的美丽姿态 整个秀场表现出来的女性的张力 估计很多非阿拉伯地区的活化石 看到了也要破大方 我愿称之为世界级的设计 世界级的设计 登上的也是世界级的舞台 这场泳装秀的背景 是首届红海时装周 举办地在沙特西海岸的 红海瑞基度假酒店 这个酒店是名为 2030愿景改革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 2016年 沙特现在的实际领导人 萨勒曼王储 领衔推出2030愿景 旨在通过投资绿色能源 技术和旅游等其他行业 实现沙特经济多元化 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资源丰富如沙特 其精英阶层也是明白的 靠石油经济主导的地缘政治游戏 玩得转一时 玩不了一世 只有目光放长远 积累多元化的竞争力 而不是固守历史上的成规不放 才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 不被淘汰 从1744年至今 沙特王国得以建立和扩张的基础 就在于代表政治的沙特家族 和代表宗教的瓦哈比叛的 两者之间形成的联盟 一个提供军事保护和政治权利 一个提供宗教合法性和支持 这是一种深度绑定的互利共生的关系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使得沙特在280年的历史当中 一直固守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这恰恰是沙特走向现代化的 最大矛盾点所在 如何处理好和宗教保守势力的关系 甚至把这个关系变成 我中有你 你还是你的世俗化的格局 毫无疑问 是萨拉曼王储破绝的关键 眼下2030愿景的时间已经过半 这个宏大计划的总体进展如何呢 根据沙特财政部长上个月底的表态 由于当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压力 2030愿景计划中的某些项目将被缩减 这些因为石油收入减少而预阻的核心项目 主要是指的名为新蔚来城的巨型基建类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花旗银行出了一份对2030愿景的中场报告 给出了喜优参办的评估 报告研究的18个指标当中 沙特在五个领域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或者超过了目标 在九个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 必须注意的是 已经超过原定目标的这一项 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达到36% 看到这儿 我顿时觉得沙特这次的泳装秀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下的沙特社会中 存在着明显的待机和意识形态差异 这在推进世俗化政策时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年轻一代可能更加倾向于支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 但不难看出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免不了小心翼翼 宗教机构在沙特社会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任何推进世俗化的努力都会面临来自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持续对女性的解放措施更是让她们如临大敌 但有了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里程碑 即便2030冤警中的一些硬实力可能不能如期达标 萨勒巴王储的改革也不可谓不成功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沙特的泳装秀 假以时日 沙特的普通女性也能自信的穿上这些泳装 不必再面对宗教警察的猙獰面目 我期待那一天尽快到来